2018年初,李小璐夜宿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贾乃亮却出面表示无条件相信妻子,甚至不惜得罪王思聪,也花大价钱供关主委,维护自己的婚姻。 然而纵使贾乃亮再怎么自欺欺人,都抵不过真实的打击。 2019年10月底,BG1搂着李小璐跳舞视频的横空出世,让李小璐和贾乃亮变无可变,最终以离婚生委。 这个结果虽然令人唏嘘,但慢观李小璐的感情是,有这么多场闹剧,其实只是早晚而已。 扎爱玲说,出名要趁早,这句话放在林小璐身上再合适不过。 1998年的金马颁奖李莎,17岁的李小璐,打败了刘若英和吴君如等实力大咖,立即拿下最佳女主角奖。 同时还创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年龄最小纪录,可谓出道己巅峰,然而很可惜,她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。 2002年,李小璐在拍十三格格时,认识了还不是大黑牛的李晨,然而在拍戏过程中日久生情,随即开始热恋,当时李小璐已经是影后, 而李晨只是个初出忙碌的小子,所以李晨在追李小璐的时候很用心,不仅百分呵护,还在身上问了个路子以表真心。 李小璐也被李晨的温柔共事所打斗,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她,不惜减少工作,只为和李晨朝夕相处。 然而事业上的差距和性格上的矛盾,导致他们始终没能完全磨合。 所以四年后,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,不过李晨露并没有感到特别伤怀,因为她在熟人局上认识了刚回国发展的韩庚,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为了帮助韩庚发展事业,李晨露开始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和资源,不遗余力地驻韩庚打开国内市场。 两人绯闻也闹得沸沸扬扬,只是一直没有公开承认,但只是包不住火的。 此况,李晨露和韩庚出伤入队,根本无所顾忌,很快就有媒体拍到两人深夜窒息机吻,还牵手同回公寓。 甚至韩庚妈妈饺子管开夜市,李晨露也丝毫不避嫌地前去捧场。 然而正当李晨露百般讨好未来婆婆时,她和韩庚交往却遭到了公司和粉丝的强烈抵制。 这对情侣也因此生了险戏,之后,韩庚又被拍到和牛蒙蒙深夜就餐,举止亲密。 李晨露无可奈何,只能含恨临场,毕竟韩庚从未承认过和她的恋情。 不过,她眼泪还没擦干,冤大头就出场了。 2008年,李晨露被董璇邀请去吃火锅,就这样和贾乃亮不亲而喻。 贾乃亮对李晨露一见钟情,觉得她一点也不做作,有一种特别自然的漂亮,可能是因为在女神面前故意紧张。 贾乃亮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正当她愁愁不定之时,李晨露居然主动大话,发贾乃亮熟悉可好看。 看到女神向自己伸出了橄榄枝,贾乃亮一下子就有了动力,于是对李晨露发动了猛烈的追求。 李晨露喜欢男生打耳洞,贾乃亮就一口气打了九哥,最后全都发炎化龙,耳朵疼得要死。 李晨露随口一说喜欢自私的话,贾乃亮跑遍整个北京的花店,凑成一大数紫色美股送给她。 而且不管刮风下雨,也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李晨露一声召唤,贾乃亮都会应声而来。 可惜,尽管贾乃亮追得这么卖力,李晨露还是无动于衷,因为她喜欢的都是自带发光铁质的小鲜肉。 相比之下,贾乃亮没有名气,也没有什么才华,实在太过普通。 于是,李晨露转身在派战北平时,又对帅气的普巴甲一见钟情,并迅速攻城掠地,抱得帅哥归。 不久后,李晨露和普巴甲同友马尔大夫的照片就被放到了网上,男人不仅在机场牵手拥抱,还被记者拍到去三甲医院的夫科问诊,随后便传出了公安院的留言。 不过,普巴甲并不承认两面情,只说是同友散心。 李晨露也出面辟谣,说没有怀孕,而是黄体破裂,之后变不了两只。 可知传闻的贾乃亮心更凉了,苦追一年仍不见成效,是时候选择放弃了。 出于礼貌,贾乃亮最后一次邀请李晨露的父母吃饭,或许是回想起一年来的辛酸苦楚。 贾乃亮悲从中来,用白酒把自己灌醉,然后一言不发,只掉眼泪。 这一幕看得二老鱼心不忍,回到家就狠狠数多了李晨露一分。 李晨露遵从父母指定,答应适者和贾乃亮交往。 于是,李晨露主动给贾乃亮打了个电话,说如果你还喜欢我,咱俩就谈。 如果不喜欢就算,贾乃亮文言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。 一年的辛苦和满腔情侣,总算没有白费,终于成功报得美人归。 在之后的相处中,李晨露彻底沦陷在贾乃亮的温柔箱里, 然而也成为了娱乐圈知名的模范情侣。 后来因为李晨露怀了孕,所以他们的结婚流程进展很快。 3月求婚,6月领证,7月办婚礼,10月甜心就出生了。 婚后的贾乃亮也十分疼爱妻子女儿,家务从不让李晨露上手, 一家人生活的幸福又美满,然而生活中的琐碎逐渐消磨了新婚的喜悦。 再加上贾乃亮一直在外拍戏,经常不找家,对她也没有之前贴心。 李晨露心声不满,便忍不住想找些新鲜感。 2016年,李晨露在拍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时,和刚离婚不久的薛芝谦对上了眼。 然而在剧中上演的大尺度闻戏,让人瞠目结舌,绯闻也传得沸沸扬扬。 这部剧的监制郭敬明还说,薛芝谦经常要求增加和李晨露的亲热系,而且每一集都加,因为郭敬明向来喜欢炒作,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把这当回事。 然而后来,薛芝谦遭受李以彤的惊天大垂时,李晨露也被波及。 历史间,始华群众纷纷开始扮李晨露和薛芝谦的蛛丝马迹,结果发现他们的关系的确不太寻常。 最后,李晨露带着律师团为自己扁清了关系,但常在河边走哪有过失险。 这部终结着P歌手出现了,2017年,一档中国有嘻哈让PG1混空出世,不仅迷倒了万千少女,还引起了李晨露的注意。 一向觉得生活无趣的李晨露看到酷酷的嘻哈歌手,顿时来了兴趣,心也渐渐活泛了起来。 于是他拉着自己的朋友,对PG1多方提携,百般照顾。 加乃亮对妻子的喜好也是鼎立支持,不仅把着装改成了嘻哈风格,还给PG1刷了180万的金币。 然而贾乃亮没想到,他花的这180万,最终却给自己买回了一顶颜色帽子。 2017年的最后一天,独自在家的贾乃亮开直播和网友聊天,在被问及妻子行踪时,他一脸自然的回应说,李晨露去做头发了。 然而同一天,卓尾团队却派到李晨露夸着一名男子的胳膊,进了同一个屋子,然后一整夜都没出来。 这名男子就是嘻哈歌手PG1,眼开着舆论愈演愈练。 三位当事人纷纷出面澄清,李晨露回应两人只是朋友,而且当时还有瓦苏带。 PG1称,贾乃亮是哥哥,李晨露是嫂子,贾乃亮则表示相信其次。 周围预告的周三健,却因为被公关,最终换成了王思聪的瓦。 因此,没有直接证据,李晨露对以心存侥幸,贾乃亮也还能自欺欺人。 然而,2019年10月底,李晨露和PG1的两段亲密抖音视频,印证了一切。 演出的那场风波最终被实锤,因此,半个月后,李晨露和家内亮发布了离婚声明,算是给做头发事件画上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。 离婚后的李晨露尝试过开网店,也曾做过直播带货,努力为了生活而奋斗,但她一直没能走出那场风波的影响,所到之处几乎都是骂声一片,从其马影后开篇到被千夫所致解释。